为了让商务旅客在疫情期间能够入境我国 并且在安全和无需隔离的情况下举行会议 设在博览中心的特定设施今天开幕 名为汇聚张仪的设施目前开放了150个客房 全面开启之后将能够接待1300名访客 入驻汇聚张仪设施的旅客 在我国逗留期间只能在设施里活动 不能外出 而且只能和同一组的访客交流 如果旅客要同本地居民会面 会议必须在设有密闭落地玻璃隔板的会议室举行 降低传播的风险 目前已经有公司预定使用设施 包括总部设在本地的医药科技公司Advanced MedTech 为短期访客而设的汇聚张仪 逗留期最长14天 预料将为高级官员 法律咨询 私人银行代表等举办会议提供便利